黄色小雾的秘密 第十三章,又是铁盒子 第二天,孩子们很早就起床了 他们吃了早饭,收拾好床铺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丽塔 维利说,我们昨天一心都在想着班尼,怠慢了她 没错 爱丽丝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 笑着说,你们四个人去找丽塔吧 大乔和我留下来,给爷爷写信 于是,四个孩子沿着小路走出村子,去找丽塔 一看到他们,丽塔便赶紧出门迎接 他继续教维利编篮子 这只是一个小篮子 他说,你想编多大都可以的 维利编好了 班尼说,好漂亮的篮子,维利 我们把它送给爷爷吧 好,维利高兴地答应道,他喜欢我们做的东西 亨利,这个篮子,咱们得付钱 昨天,你们已经付过钱了 丽塔微笑着说,篮子,教你们做篮子,以及给你们做向导 这些你们的哥哥都已经付过钱了,他给我的钱太多了 然后,丽塔抓住班尼的手,看着她的眼睛说,小男孩,以后别再乱跑了 这次你可给尹氏惹了大麻烦 什么呀? 杰西喊道,是给我们惹了大麻烦 不 丽塔摇了摇头,大夫真的很难过 我能看出来,他很喜欢班尼,这是他第一次说那么多话 我爸爸说他年轻时是个很好的人 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就是他亲手建的 是吗? 亨利大声问,那他自己住过吗? 很多年以前住过 这是昨天晚上,爸爸才告诉我的,就在你们找到弟弟以后 爸爸说,大夫以前曾去外地打工,过了很长时间才回来 回来时,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在小房子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 直到一天晚上,几个凶神恶煞的人来找他 他们打了一架后就走了 只留下了大夫一个人 几天后,大夫就去了树林 建了那栋小木屋,一直住到现在 从那时候起,他就不愿意开口说话了 四个孩子兴奋地走在回老村子的路上 班尼禁不住喊道 杰西,杰西,大夫有可能就是比尔 小家伙,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亨利问 是这样的,比尔会建房子 奇异岛上的黄色小屋就是他建的 老村子里的那座小房子应该也是他建的 也许你是对的,班尼 杰西兴奋地说,要是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去问问大乔和爱丽丝的想法吧 四个孩子冲进小房子时 大乔和爱丽丝刚刚写完信 孩子们便将听到的故事告诉了他们 我们住的这座小屋是代附件的吗? 大乔说,那一定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因为这座房子已经很旧了 大乔,大乔 我有一个新发现 亨利突然大声说 你们看看这间房子 像不像奇异岛的黄色小屋 他指着四周说 这是黄色小屋的壁炉 这是门,这是窗户 没错 维利补充道 这是卧室 这是厨房 班尼喊道 我猜比尔只会建一种房子 对啊 这座老房子跟黄色小屋一模一样 杰西喊道 都是一个前门 一面墙上有两扇窗户 另一面墙上有一扇窗户 连烟聪也是一样的 班尼喊道 门前的台阶也是一样的 爱丽丝缓缓地说 难怪昨天晚上 我就感觉像是坐在黄色小屋前的台阶上 这就对了 大乔也喊道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们度蜜月时 常在晚饭后 在那小坐 大家惊讶地面面相去 现在 我们把所有的事都联系起来 亨利激动地说 一开始 比尔住在这里 后来 他去为奥登曾祖父工作 再后来 他娶了麦格雷格太太 他们一起住在奇异岛上 并照料曾祖父的赛马 他们就住在黄色小屋里 班尼插了一句 没错 亨利接着说 爷爷说过 黄色小屋就是他建的 他哥哥也帮了忙 嗯 他的那个哥哥 山姆 大乔突然喊道 不是什么好人 我觉得 山姆是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 我也这么认为 亨利说 还记得不 比尔卖了两匹赛马 但是没有把钱给奥登曾祖父就跑了 我们的线索越来越清晰了 大乔说 正是因为这件事 比尔才消失了 但是这么多年来 他为什么不让马格丽特知道他住在这儿呢 维利轻声问 他很爱马格丽特呀 我也不懂 亨利说 这也是一个谜团 有可能是他哥哥没把钱送来 比尔没拿到钱 就不敢回去 这时 维利轻轻喊了一声 大乔 怎么了 大乔赶紧回答道 你觉得比尔的哥哥会不会把钱藏在这座房子里 有可能 大乔若有所思的回答 看来钱没藏在黄色小屋里 肯定就藏在这儿 班尼喊道 所以那天晚上 比尔才会偷偷开走小船 来到这里 我敢肯定 那几个凶家伙是一伙的 他们是来要钱的 记得不 丽塔说 他们还和比尔打了一架呢 推测得好 班尼 大乔说 我猜他们是想抢比尔的钱 只是比尔可能自己也不知道钱藏在哪里 这样 所有的谜团就都解开了 爱丽丝笑着说 差不多 亨利说 我敢肯定 大夫 亨特就是比尔 但是 钱在哪里 铁盒子又在哪里 我们找找吧 班尼提议 会不会在烟囱里 不可能 亨利说 如果钱在那儿的话 比尔早就找到了 说的也是啊 班尼打道 其他也没什么地方 可藏了 杰西说 只有一个柜子 几个抽屉 还有我们睡的帆布床 大乔 你觉得 我们要不要跟隐士谈一谈 亨利问 不要 先不要 大乔打道 我觉得他不会开口的 嗯 反正我不想一直干坐着 班尼不耐烦地说 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吧 好吧 亨利也站了起来 我们可以到柜子里找找线索 说不定里面有暗格 让我想想 杰西说 柜子一共有三个抽屉 大乔和爱丽丝检查第一个 亨利和班尼检查第二个 维利和我检查第三个 很快 所有人都忙活起来了 他们先把积满灰尘 旧的发黄的纸 从抽屉里拿出来 然后敲击每个抽屉 看有没有暗格 但是除了灰尘 他们什么也没看到 哈 班尼说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杰西 我怎么知道 杰西大喊道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他 你没生气吧 杰西 班尼问 杰西勉强笑了一下说 可能有一点小烦躁 我也希望 咱们能在抽屉里找到钱 可是到处都找遍了 根本没有什么暗格 我们出去到台阶上坐一会儿吧 大家慢慢走出房门 在台阶上坐了下来 没有人说话 大家都知道 杰西很少生气 不一会儿 班尼先开口了 不知道赖哈玛去哪里了 我猜他应该还在台阶下面吧 除了爱丽丝朝他笑了笑 没有人想回应他 班尼继续问道 赖哈玛有房子住吗 他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呢 杰西 嗨 班尼 我真的不知道 我很累了 你简直是个包打听 我们要找的是铁盒子 可你却总在纠缠赖哈玛的事 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好吧 杰西 班尼满不在乎地说 我自己去找好了 果然 小家伙跪了下来 趴到地上 摊平身子 瞇着一只眼 仔细搜索着台阶底下 我看到他了 他就蹲在里面 刚才他还朝我眨了眼呢 班尼捡起一根长木棍 喂 班尼 别伤着癞蛤蟆 大桥叮嘱道 嗯 不会的 我只是想看看 他的家有多大 班尼划拉着木棍 静悄悄地爬到台阶后面 那儿有一个很大的洞 通向地下室 癞蛤蟆跳进了洞里 班尼也跟着爬了进去 大家只能无奈地笑笑 他们都知道 班尼准会在地下室爬个痛快的 果然 不一会儿 他们就听到班尼开始自言自语 这儿有一块很好看的白石头 他喃喃道 还有一个就铁罐 一把螺丝刀 嗯 这把螺丝刀还不错呢 然后他不说话了 但是大家都能听到 他在地下室爬的声音 别担心 杰西 大桥微笑着说 让他玩吧 刚才的不开心 他转眼就会忘掉 小孩子都这样 这时 班尼又开始说话了 呀 癞蛤蟆在这里 你好啊 癞蛤蟆先生 你住在哪儿 他跟癞蛤蟆聊得挺头缘呢 亨利笑着说 班尼继续说道 你住在地下室的旧木箱里吗 真有趣 箱子的门是从后面开的 你是从后门进吗 为什么呢 哦 亨利 这儿有个铁盒子 什么 亨利大喊一声 差点从台阶上跌下来 我找到了 班尼兴奋地大叫 一个铁盒子 就在木箱里 所有人都在台阶下的草丛中蹲下来 快出来 班尼 大桥喊道 把盒子拿出来 在外面能看得更清楚 别着急 我出来了 班尼大声回答 他以最快的速度爬出洞口 先把铁盒子推了出来 接着从台阶下爬了出来 果然是的 杰西喊道 就是那个铁盒子 真是难以置信 希望里面真有什么东西 肯定有 班尼自信满满地说 刚才我晃了晃 大家激动地坐回到台阶上 盯着铁盒子 顶着铁盒子 亨利 你来开吧 班尼说 盒子太紧了 我打不开 亨利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了盒子 一打绿色的钞票出现在他们眼前 是一美元 班尼小声说 不对 班尼 是一百大钞 亨利说 我以前见过一次 咱们快数数吧 班尼喊道 你来数吧 班尼 这是你发现的 杰西用柔和的声音说 班尼实在太激动了 以至于花了好长时间才竖完 他大声宣布 一共有四十张呢 四十张百元大钞 是多少钱 亨利 是四千元 小家伙 亨利说 这不就是两匹赛马的价钱吗 大乔 差不多 大乔答道 天啊 天啊 班尼喊道 他已经快兴奋过头了 大家看看小铁盒 和那他绿色的钞票 又看看彼此 大乔 亨利终于开口了 接下来 我们去哪 我想 大乔说 咱们待会儿就去找尹氏 尹氏就是代夫 亨特 代夫 亨特就是比尔 班尼说 我也这么认为 大乔微笑着说 但即使是这样 他也不一定会开口 这时 杰西用胳膊揽住了弟弟 班尼 对不起 刚才我不该对你那么凶 幸亏你问了那么多问题 如果你没有去找癞蛤蟆的家 我们就永远都找不到小铁盒了